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造电动车栏吗 但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并不难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厂家 他即便是没有造车资历 但是他都可以 通过找一些代工厂 还有一些供应商就可以完成 推出自己的一个纯电平台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电动车会那么贵 其实这就关乎到他的三电系统 就把电池来说 按照年初的报价 一度电将近1000块钱 那如果是一台五六十度电的车来说 那他的电池成本就要到五到六万块钱 这对于一台十多二十万的车来说 已经是占了车价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第三个问题 传统厂家什么时候才能介入我们的电动车行业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来了 一气大众的ID4口 ID4也是大众进入中国之后 推出的首款纯电平台车型 进入了中国市场之后 就分成了一气大众的ID4口 跟上一气大众的ID4X 那我们这台ID4口 它的指导价为19.99万到27.99万 那这次我们接到的是指导价为23.99万的Pro版本 究竟它的表现如何 那我们就先从外观开始说起 首先它的整个车的前脸的采用 又非常扁平化的设计 包括这个右扁右厚的这个车头 然后还有这个扁平化的logo 还有整条一个贯窗式的前大灯组 然后我们到侧面来看一下 来到侧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台车的车长是4米6多点 然后它的轴距竟然得到了22765 所以我们看到四轮非常贴近四脚 这也非常符合他们一个纯电平台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吧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们看到它的专属的Pro版本 一个名牌 然后还有这个20寸的大轮毂 然后还有这个类似于隐藏式的一个门把手 那我们到车尾来看一下 那整台车的车尾同样是这种扁平的Fuera 而且也采用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尾灯里面是有非常多这种矩形的矩阵的设计 然后而且它是有一个高低分层的 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尾箱 我们看到它的尾箱是非常的平整非常大 包括我们现在放到了像我们这种拍摄的 有点类似登机箱的箱子放四个左右叠起来 放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那OK 那我们到里面内饰去看一下 OK 至于IV4的内饰 我们进到里面来说 首先它整体设计就跟新一代的高尔夫 跟明日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说不上用料很好 但是它整个做工还是蛮精细的 包括它这些糖素啊 还有这些面板的纹理 然后除此以外呢 在科技配置上面呢 它就配备了两个屏幕 首先是这一个小尺寸的 全液晶仪表盘 然后还有这个一个比较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幕 换挡拨杆也集成在它这个仪表盘上面 然后除此以外呢 它整车的按键全都是采用触控 然后再加一个振动反馈的一个设计 像是调温度是可以这种悬浮式的滑 然后触控起来 像是调音量也是可以这样触控起来的调 我们看到中控下面整套都是没有任何按键 都是一个储物空间 前面有两个杯架包括放一点小卡片的空间 后面是一个容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扶手箱 然后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可移动的一个承托的一个小盘子吧 无线充电是集成在了这个扶手箱里面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点燃器的插头 还有两个Type-C的插头 除此以外就还有大家一直吐槽很久的这个升降的一个按键吧 呃我之前用下来也是 其实如果你掌握用着还好 但是一旦像我们现在下雨天刚才这里沾了一点水 它这个VIA的这个按键 湿了水按下去就是没有反应的 要必须要把它整个插杆才按下去才可以控制后窗的一个升降 其实这里真的不必像这样四个按键简简单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除了这点以外 其他我感觉都是一个非常大众这样吧 就是不会太过突出也不会太过低调 主要是以使用为主的一个设计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到它争议最大的车机系统来讲一下 呃首先在高尔夫跟明锐上面呢 的确是卡的 但是神奇的是在这台ID4扣子上面 反倒是不卡 我们看到它整体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流畅的 并没有出现卡的状态 不知道它是不是经过了OTA升级 除此以外它还支持一个手势控制 一些向左向右滑的一些操作 是可以通过这种隔空的手势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除此以外这个车机的内容 这点我是要有一点小吐槽 因为这个车机支持的应用生态实在是太少了 基本都是它们自家基于Limit系统研发出来的一些应用 呃唯一能看到外界的就是 呃它的一个采用了高德数据库的一个地图 然后还有一个采用了库我音乐库的一个在线音乐 整体总结来说就是大众是非常努力的想 营造出一种科技气息啊给到给你 那关于它更科技的那就要动起来说 那动起来之前我们现在展示一下它的后排空间是如何 OK那我们来讲一下这台车的后排空间表现如何 那首先先说它的参数它的轴距达到了2765 那前排已经调到了一个我自己一个1米8大胖子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姿 那整个后排呢我的腿部空间还有两拳的距离 头部空间同样也是刚刚好两拳的一个距离 除此以外呢它的后排的座椅是明显要比前排座椅要更加软更加舒服 承托性也更好 除此以外呢它整个地排都是近乎全屏的 这也凸显一个MEB的一个优势 那OK那对于动态我们动起来讲一下 OK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动态 动态肯定要开起来讲但是开起来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在前挡风玻璃那里我们看到是有集成了一条叫做ID line的一个LED灯带 然后它是有一种可以互动的一种功能吧 比如我们现在从P档挂到D档 我们就看到它的灯带会插一下然后会变难一下 非常的有仪式感 当然这个还不止于此啊 那我们动起来先说一下它的动态如何 那OK那这台ID是开起来怎么样呢 开起来还是那句话非常的大众 这大众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想象中那种厚重感 然后这台车开起来是稳的 包括这个方向摸上去是粗的 这个转向领上去也是厚实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大众感 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它的绿震也是高级的 也不是那种一味的软也不是那种一味的硬 就是过一些小坎是有震动防徽下来的 但是是一种经过处理的震动 好可能外面是躺躺到车厢里面就哒哒的感受 哎有点高级感有没有 然后绿震讲到这里 然后说一下它的动力 它的最大功率是207匹 它的峰值扭矩是300多牛米 基于这个变动机的一个输出特性 在它一个低速区间就可以释放出它大部分的扭矩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是相当轻快的 而且你不管是在低速中速高速 你只要踩它都会有动力反馈 而且有一个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油门的调校非常的线性跟比例 是怎么非常的线性比例 就感觉下面踩的就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组 如果你在经济模式就一元二次 如果你在运动模式就一元三次 你踩多少它就是有多少动力 就非常的线性 这点非常舒适 OK那至于它的整个机械部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结来说它的机械部分的确是 目前我们试到的这种最新一代的纯电平台 出来机械素质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好的一个表现了 然后除了它的素质方面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ARHUD 它的ARHUD是可以联合它的一个GPS的导航 来做一个互动吧 就比如你下一个路口要转左 然后它就会在上面投影出一个转左的标识 然后随着你离那个路口越近 它的那个标识会越大 体验还是蛮有科技感的吧 然后除此以外呢 它这个ARHUD还会联动 刚才说的一个IDLINE 还会有一个交互 就比我好像说这个路口你要靠左了 那这个灯带就会有一个从左到右的一个渐变的显示 最后一点就说一下它L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 首先这套自动驾驶辅助说实话 肯定是没有特斯拉或者像国内未来小朋友 那么先进也是一个主流的L2加的一个自动驾驶辅助 但是整体的使用起来是比较自然的 包括自动跟车 然后还有啊 如果前面的车打尖的这种情况 几下它都可以比较好的识别出来 也有比较平顺过度的减速跟加速 这点还是蛮喜欢的 动态那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台车的确在我看来是除了特斯拉以外的第二条鲜鱼 为什么就是便宜 首先它是合资车型 第二它采用了大众的那套平台化的理念 平台化理念 除了什么大家所知道的安全什么 其实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减成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550续航一个主流的续航水平 包括主流的科技水平 但是它做出来的价格 它的确是可以比同级别的新势力的选手 是要便宜上不少 如果你是家用的 但是你又不想花钱去给燃油指标 预算在20万上下 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一台 第一方面有大厂的质保跟维修 第二方面就是没有像特斯拉这样的学习成本在上面 OK 那对于这台车的评测跟体验到直接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